大家周二晚上好 今天的奥股收盘 我觉得今天可能最值得说的事就是昨天的那个afterpay的公告了 Square要收购afterpay 然后呢这个是股票的行程收购 今天主要说说这个 剩下的股票就大概看一看就好 昨天吧 其实afterpay有两个公告 一个是这个收购 还有一个实际上是他的那个business update 但是因为收购这个消息就太近包了 所以以至于就是几乎没有人在讨论那个 讨论这个他的这个trading update的事了 我呢就简单过一下 我看了那trading update 把这个打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hold cover上的那个document 呃 呃 他这个总体来看就是各个地区地区吧 他的revenue涨的都是不错的 呃 这都是80%多的增长 然后merchant revenue是100% 嗯 呃 这个数字你可以着重的看一下啊 这个 这个 在全球范围内 他的这个活跃的用户是16.2个million 就是1600万 然后呢 活跃的这个merchants 就是活跃的这个商家呢 是98.2k 也就是将近100k吧 他这个地方已经写了 嗯 呃 呃 在这儿你看 就是这个活跃用户增长到16.2个million 这是63%的增长 呃 像现在这些啊 就是 呃 group的这个revenue 就是整个集团的这个收入 这个增长都还是不错的 呃 这些反正你看着肯定都是好的了 就是都是增长的非常的多了啊 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啊 然后呢 所以这个的主要是数字吧 呃 主要就是一些数字 然后各个各个区域都是比较不错的增长 这个其实就呃 没什么可多说的了 呃 这个这个有机会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主要的呢 实际上是这个啊 就是这个square 这个 要收购after pay 这个announcement前头啊 就是说一些啊 两个公司 就是say i to i 就是互相看对眼了啊 感觉这个收购是很好的 这这这都是 呃 就是我们这share 啊 square和after pay 拥有这个共同的目标 对吧 这前头先给大家讲一段这个 情怀啊 这我们这两公司情怀是情投意合的啊 然后呢 重要的地方呢 是说这个啊 啊 我我觉得我我那天我今天呃 过了一遍 你看看他其实就是这个square 实际上是那个谁 Twitter的创始人 他离开Twitter以后 他开的也是一个就是现在 呃 比较火的一个呃 这个payment的这个stead up 这个企业 全球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商家和用户 在美国纳斯达克那边 呃 他是在NICE 就是纽约政府上交易所上市 股价是270多啊 今天收盘 就是昨晚民股收盘 这个股价你也得记住 这个非常重要 呃 然后呢 就说完情怀 就是先把两边的公司都夸一顿 说这个啊 square怎么怎么好 然后afterpay怎么怎么厉害 对吧 然后呢就开始说我们呢要联合联合起来呢 就更厉害 那怎么个厉害呢 就是 这是by combining with square will further accelerate our growth in US and global 就是他们俩整合以后呢 afterpayment在全球和US的这个扩张业务增长 将会非常的有很大的帮助啊 就是加速的 那几个重点就开始化重点了啊 啊 当然了就是说这个对square来讲呢就是 他可以把这个 bu now pay later先买后付 这个提供给 直接提供给他square的这个客户和商家 啊就可以在最小的这个商家 比如说你甚至买杯咖啡 你就可以bu now pay later这种的 啊 那他这个规模就大了啊 然后呢 所以说呢这等于就是给这个square的这个客户呢 提供了新的啊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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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就是你hance boss seller and cash app 这个是对Square那边的提升 然后对AfterPay这边来讲 你看刚才我跟你说的 那个AfterPay的那个用户 它是16个美元 这个Square它的用户 可能是 它的用户应该已经是 几千万了 全球是 比AfterPay大很多 然后它的这个merchant 就是说注册的用户 商家用户大概是100万 AfterPay你看这数字是100P是吧 是10万 这是100万 总共差一个数量级 所以这个也是对AfterPay特别大的提升 然后这个是 而且你看这个Square 它的这个annual transaction 是7千万一年 这个annual transaction 70 million annual transaction active cash at cost 它是7千万的这个全球用户 AfterPay是16个美元 它是70个美元 所以不论是从用户 还是从商家 我对AfterPay都是一个数量级上的提升 当然了 这个就是后面就说两边整合 然后这个会有一些提升的东西 会有一些对双方都是不错的 然后呢 有几个重要的事 就是说它这个它这个换的它是以换股的形式收购 它没有没有现金交易 这个收购也没有现金交易 它就是说 比如说我手上Up3K的股票到时候就以0.375的比例换成这个Square的股票 这是一种一一种方式 当然你换成Square Class A的这个Common Stock 就等于你跑去那个NYSE 那个就你等于跑去拥有这个美国的股票 所以你还要填那个W班A8FORM的这些东西 而报税什么都比较麻烦 它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它还提供一种方式 就是这个叫Trace Depository Interest 这个简称叫CDIS 这个东西呢 也是List of ASX 这个东西呢 就是什么 就如果Up3Pay的Shareholder 你可以选 你要去换NFSquare的股票 或者是你换这个 然后呢换这个呢 就是说呢 就是Square就变成了这个双 双就是DowList 就是两边都上市 只不过它在ASX上市的方式 是通过这个CDI的形式上市 那就是说Up3Pay的Shareholder 股票就换成这个Square的这个CDI了 然后呢 这个CDI呢 也是Least of ASX 然后呢 也是SP Index 就是说等于 那个 你就不用跑去美国那边 拥有美国的股票 那就比较简单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 Square呢 它会跟这个ATO说 就是这呢 Up3Pay 就是会申请一个Ruling from the ATO 就是说如果你是换股的话 你是不会产生这个Capital Gain 没有Capital Gain Tax 这是Rulover 就是说你不会因为换股来 还有额外交税 还是等你做不卖了以后再交税 这个地方呢 有些数字呢 他就说这个什么叫0.375 就是说这个比例就是你 你以这个比例 就是你 你的Up3Pay的股票 这个holding的数量 你乘上0.375 就是换完以后的那个股票数量 他这个地方呢 有个计算啊 他这个地方这个计算呢 是根据股价来算 比如说Square的这个closing price 是247.26美元 在这一天啊 是2021年7月30号 然后呢 这个呢 就相当于呢 我就说你把这个乘上0.375 再算贵率相当于呢 Up3Pay是126美元 就是这个收购价 但是就注意就说 他不是以这个价格收购的 他实际上是换股的形式 所以这个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虽然他后来说啊 你对这个Up3Pay那天的close 他不是在96.66吗 就是说你有30%多的溢价 或者是按10天的这个 VWAP的话 你有2129%的溢价 或者是按照30天的AWAP的话 有215%的溢价 但是这个只是折算啊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从现在开始 就是Up3Pay的股价 就随着这个Square的股价 开始一起走了 也就是说 如他这个transaction 他这个怎么收购是呢 20 我看他这有写啊 20 这呢 他是在这个是2022年的第一个 Calendar 2022年第一个Quarter结束 那也就是说 你的那个实际的最后画完之后 这个Square的这个你可以拿到这个股价 相当于是等于 比如说六个月以后 你那个Square的股价是多少 那到时候你Up3Pay的股价就是多少 所以说 只要Square一直涨 Up3Pay这个破完之后也会一直涨 所以这个就是一会儿咱们要看图说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搞清楚一点 就是说他不是按钱来买的 他是按这个比例去换的这个股票 这是这是一个要重点 所以就是说他虽然在这算了这个折算了这个Up3Pay的股价 但是这只是一个参考值 只是给你的 Projection 只是给你的就是说让你理解一下 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是划算不划算 但是呢 实际上他跟那个换股的比例有关系 不是跟这个这个股价最后最终算上的股价有关系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那个 而且他就是Face Square的一手啊 就是0.375是定好的 剩下的就差不多就就没有什么太多的 那个剩下的就是一些基本信息了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他签了一个那个合约吗 合约的副本啊 啊 啊 然后呢Up3Pay呢 昨天呢是早了一阵吧 这个Announcement出来以后呢 先拉高 然后呢被拔 这是昨天啊 拉高 然后被拔 砸下来 今天呢又被拉高又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 你要这时候你要看这个Square的股价 Square的股价呢 就是昨就是 美股8月2号 就咱们的8月3号啊 就是说昨晚美股 收 这个呢Square的股价呢 实际上昨天来了一个放量的突破 你看这个这个巨量也是天亮啊 这比这前头都高 是不是 这感觉看这个这个成交量呢 比如说你看看 跟前头比 这就是个摩天大楼啊 这就是个天亮 45个mini 啊 而且呢 他也发了earning 而且他这个earning 是超出预期 百分之 啊 你看report是0.66吧 Square的1.33 几乎超出预期啊 所以呢 它是放量突破 而且呢 它这个实际上在一个长时间段来上 这是一个震荡啊 结构震荡 就是你比如说是123 123 4 第五点 第五点这有一个突破的功夫 而且放了这么大的量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没有问题 比较确认的突破 所以说呢 那打了个时间差 所以呢 他在这前刚出的时候 就我们澳洲812号刚出的时候 美国还没开盘 581号 对吧 然后呢 Utherpay呢就跌下来了 拉高 然后跌下来了 这个应该是有人跑 是吧 成交量这么高 肯定有人跑 有有不喜欢这个 收购的这个机构啊 还是什么 所以有跑 有跑的当然也肯定有接盘的 但是呢等第二天 这个Square 它的美股开盘 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响时候 也就是说 美国 美国的投资者 他认可这个收购 他认可这个协议是不错的 而且今天还看了几个 美国那边 评论的 那个就是比较有名的评论员吧 就是他们都对这个deal 是非常 impressed 就非常的 认为非常看好的吧 所以说呢 他那个 Square那边股价涨了 那 Uther Pay呢今天就也涨了 今天是开盘也是挑开 而且也是放放电 这也算是个天亮了 跟这钱都比 是吧 跟个摩天大楼似的 嗯 而且今天很稳定的待在这儿 虽然说收的时候稍微贴一点 但如果你要看一小时图的话 今天几乎很稳定的就待在这个地方 而且在中间这个十点 时候开盘这个成交量很大 所以应该是可以考虑 应该是有很多的买单进来啊 大量买单进来 那基本上今天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 收在 这么个地方 而且收在了前头这个 一样的这个高点这儿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图形呢 可能暂时还反映不出来后续的走法 但是呢 肯定是 穿了这几个阻力了啊 那往后 后头一看的话 应该是 应该是在这个区间的运动了 特别是今天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放量的这个拉升 啊 这个可能得等市场消化一段时间 你才能看出趋势啊 因为毕竟这算是黑天门之间 就是这么大一个消息出来 你就会把这个整个图打破 然后趋势呢 开始重新来 那基本上呢 呃 但是基本上来讲就是说 这个这个震荡浮入目前 还是在这个范围内的 那就看这个地方怎么走 如果这个地方要是明天 或者就说这周吧 周三周四周五 它上了这个方向什么 那这个可能就是 啊 你算它 反向头肩底吧 我看 你算不算这个 这个 但是这个现在来讲就是 它 它已经有这么大的消息 出来 你就很难去 就说 再完全基于这 你就不能完全基于这个 呃 图形和技术分析来看了啊 因为它这个实际上是被打破了 现在这个趋势 呃至少目前呢 就是说还在这个范围内 那就是看一看 它呃 过后两天是在这走啊 还是回调啊 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可能 往下回调的概率不会太大 因为这个明摆的就是 除 因为明摆的就是这个东西 现在啊 最快要跟着Square都比较高 那 就是有很大关联吧 咱也不能说完全跟着 有很大关联 呃 Square现在是处于 上升通上升过程中的这个 上上不会靠 所以你说 如果他Square要是这么个走法 然后换股的比例就是明摆着的 对吧 那 那安全背他他不可能回调 他没他回调 你回调下来 那肯定有人就买了 因为这 你的比例在那摆着呢 你最后换成交就是这个这事儿 这个地方他执行 他交割的时候 他的股价是可支的 对不对 嗯 或者是可预测的 所以你说他回调 他能回调下来吗 他他要是有人往下砸 那肯定就有人往上买了 对吧 嗯 所以 我我觉得就是说 虽然他今天是停在这儿了 但是 大幅回调的可能性可能不会太大 就是就是反正是我目前的一个看法 然后呢 这个呢 这是一个趋势线吧 就是你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比较贴合的 那就是说 咱们就看后子他是会不会这么走啊 这个样子 还是说就干脆什么都不管了 直接就一路向北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两三天 啊 就是说如果突破了这个位置 未来未来两三天 这周内如果是可以突破这个位置 那可能以后就是真的一路向北 这也是有可能 嗯 行吧 这个after pay 今天就说到这吧 说到二十多分 啊 我想想有些漏的 啊 反正这个 呃 hover上对于这个deal的讨论也是有很多了 有看好的有不看好的这个等等等等 呃 昨天 有很多是比较悲观不太好的 但是呢 看了今天square的这个股价被拉上了这么多 好像这个情绪就转过来了 就穿天上比较看好的嘛 嗯 所以这个就是 呃 而且昨天昨天也看到有一些网上视频发这个 讨论这个公告的 但是我我肯定也没发 因为我是周二路 而且我主要还想等 就是看这个square的这个股价 因为square的这个股价 他发出来他的怎么走 就是就是很大程度上 就基本就是 呃绝大程度上就是反映了 整个市场就是对他们这个收获的这个协议 是不是认可 那等来的这个结果呢 是个好结果 所以说呢 就是还不错 那就是咱们就看afterpay后续的程度了 啊 而特别是这个square 这个又是一个这么明显的放量多波 所以这个相当相当不错 这个这个走法 呃当然我觉得可能主要还得在等市场行 消化几天才能明显看出来afterpay的这个后续的趋势啊 呃 因为这个这个消息出来才两天吧 所以你现在说说他未来一定趋势是这么走啊 还是一定是这么走啊 我觉得可能还得严重过早 你看看他这周三周四周五这几天在这儿是怎么动啊 啊 比如说如果他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他收在这附近啊 哎 那就有可能什么呢 他就是比如说未来几天他是收在这个人的范围内 那他有可能就不会再回调 就是说至少目前在这个附近就没有回调了 嗯 行吧 这个afterpay就说到这吧 受这个 呃 好消息的影响的这个zip 也也是如出一辙的来了一波拉升啊 然后呢 啊今天一度超过了这个反弹的景线 这个这个地方的景线 这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的结构 嗯 当然了 这个可能后续还得再看啊 嗯 你看这个会不会做 双底 是吧 这是一个底 这是一个底 啊 回到这个附近 然后呢 后续再看这个会不会有突破 那这个呢 至少受这个好消息 利好消息的影响吧 这个股价是提振了一些了 嗯 看看后面的影响会怎样 就人家会不会看 就有人来收购zip 是吧 你比如说square要是收购afterpay 那 你那个 你paypal要不要来收购一下zip 是不是 对吧 这不都是都是开始搞这种吗 就他这种 呃蛋糕做大以后 就会开始出现整合 啊 就会这个大的吃小的迎着通吃 就会开始做做做这种事 所以说如果已经有国际资本 看上afterpay了 很难讲没有国际资本 看上zip 都有可能 是吧 所以说呢这个我估计有一下 这个其因素在里头 所以呢 这两天股价也受 受这个影响也是拉伤出来了 行 这个先买后付就说到这吧 KGN之前说他这个 嗯 就是说这个地方啊 会不会碰到这个底啊 就感觉好像这两天走出来还真的是 啊 你看上周五周一周二 对吧 这碰了一下 然后又碰一下 然后就开始又嗨而漏了啊 嗨而漏了 开始往上走 嗯 就是说会不会可以接受做一个这个大范围的调整啊 走这么一个图形 你比如说 就像一次这种 这样 然后这是一个hello 然后再可能走这么远 然后最后 是吧 这么走一个 那如果你这个走了呢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地方画hello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啊底部反弹之后 它是底部反弹做的比较大 中间又经历了几次小的震荡是吧 呃 这个就是咱们拭目以待吧 啊 所以我对KGN呢 就要简单再握吧 他如果真的走这个图形 在这附近开始慢慢往上爬震荡走出一个 一二三反转啊 那重要的是还要过这个十三块四毛六的总线 那这个啊 反转结构就有可能做成了 当然了 他还可能做一种方式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看你这个 是做这个底部的啊 上升三角也是可以的 sending triangle 就是你到这来 这个 这跟之前很多都很像 NHF也是这么一个 嗯 嗯 这种在底部做大范围的啊 啊 这个asending triangle 的话 它是一个底部反转形态了 当然这个就 时间可能会拉的比较长啊 这可能得拉到今天年底下 甚至年年年初啊 所以说呢 呃 因为你看他这个正好这个高点和钱重呢 是这个是是是是一道的 是一起的 而且正好还是在这个 成交量密集价格的这个位置上 嗯 这个图形可以先放在这 看看他是否按这个方式走 我们就暂时有这个预判啊 然后我就知道他这个啊 突破啊 或者什么 大家可能会比较靠后了啊 行 这个暂时就先留在这 时间比较简单 郭文艺 郭文艺呢 啊今天有这两天有点小回调吧 但是呢 还依旧在这个 呃 通道的这个反转的结构范围内吧 基本上还是今天他收下来呢 这个呢 这个呢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他从这突破上来之后 有一个回踩 回踩的这个收盘价呢 正好就在这个地方呢 搞点这对吧 这是回踩 踩的这个地方 那如果明天 如果明天他是在这 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明天如果收盘是收在 有嗨而漏啊 甚至是有嗨而漢 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基本上可以confirm这个地方呢 是踩住一个小的回踩的点位 就正好是这个高点的 那这个结构就做出来 后头应该会有一步 会有会有一个一阶段的这个上升啊 所以明天呢 欧文字的这个收盘价啊 明天这个办是非常重要的 去取决于这个回踩是否结束 然后准备新的这个 拉升啊 小视图呢看不太出来 原来日本比较散 行 欧文也比较简单 今天就简单带过了 嗯 FMG FMG呢 其实这两天收了不太好 他这个收那天 有网友提醒了 收这个铁矿石期货了 嗯 就跌下来了 但是好像别的铁矿石呢 好像没有跌 那就是他跌了 嗯 怎么看呢 目前还是在这个 支撑范围内吧 嗯 这一段呢 他今天是今天收的这个点呢 是这一段的0.5啊 刚过 这一段呢 就是刚碰0.5 0.618还没到 要从这段算呢 最长的这段呢 今天是在0.382这 0.382这 看他能不能撑住 如果0.382能撑住呢 那他就不太有可能继续向下去 试探这个回调啊 那回调可能就到这了 而且这个地方也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这个 之前的几个小的顶部啊 所以呢 看这FMG 未来这两天 能不能撑在这个阶段 如果能撑住呢 就问题不大啊 应该就是只是一个临时的回调了 受这个消极影响 受这个期货影响 就是一个临时的回调了 当然还有呢 就是说 那么 鉴于前几次呢 这两次呢 他都回调了就一百日军线 所以 一百日军线 离现在也不远 是吧 没有可能也会过来 所以这个呢 就暂时先拿着看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他如果这个地方上来 要是没有还是害的话 他这有可能是个双顶啊 这个双顶就 那就是可能不能有点 就赶紧得撤 嗯 所以这个地方还比较关键的 如果实在不行 看他 啊 看他这个这个地方 到底是打算做到什么程度吧 啊 我觉得我在这给自己设了一个止损线啊 最低7%左右 如果呢 未来几天他一直下来 要是实在不行 我就先割肉走 嗯 因为他这个地方如果回来 要是不过这个高点的话 这有可能是个双顶啊 这很有可能是个双顶 那就变成 所以现在还是比较 风险比较大啊 因为他这个双顶探平响啊 是吧 双顶探平响 你看这双顶是不是有点探平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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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这个地方要稍微小心一点 这个地方我觉得实在不行就撤吧 没有必要去去去非得去等他能否突破 嗯 再看嗯 嗯 这两天再看 然后呢 看NHF 嗯 NHF这个倒没有问题 他上来之后 经过一小道回调吧 今天就踩住了 往上走 啊这个 这个还是 你看他 这这像不像是一个 啊是吧 翻转啊 或者是你把它继续也好 嗯 这样一个结构吧 这是一个小级别的 看他能否过这个7月23的顶限了 如果能过 继续往上 明天后天 若干个小时吧 就是 在未来有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应该就可以看出来 嗯 那也就是明天的上半场 啊他明天上半场如果是按这个走 那这个就是一个 啊 中部的小的这个 小双底 然后在中间做 然后就往上继续 所以这个其实也没人看到问题 嗯 当然如果他是往下呢 过了这 做得比较好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7204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口 啊 看他的到底是做成一个什么什么形态 所以明天呢 NHF也比较重要 如果明天NHF可以 有一个higher high或者higher low呢 那就更稳妥一点 对对于这个未来一周的走势 就更稳妥一点 那他就有大机会是分这儿分这儿去啊 如果要是明天没有higher high 或者higher low 特别在小时图上如果要是 呃 不是小时图 三小时图 三小时图 三小时图上如果他是往下 那就 嗯 要可能再再考虑一下 哎 要再斟酌一下 嗯 目前小时图还ok 看起来啊 50均线呢 踩了一下 这个均线回来又踩一下 然后开始上来 所以啊 NHF呢 就是这两 昨天啊 这两天还可以 暂时还不用太担心什么 嗯 嗯 嗯 我哈 然后是REA REA 嗯 这个是我说周五的时候是停在通道内啊 还是通道内人的问题 然后呢周一呢 就是比较大的拉升 然后今天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上升的位置 就confirm了 昨天这个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突破了 这个也是一个反转结构了 对吧 也是这样一个反转结构 而且今天 昨天是过了警线 今天呢 依然收在警线以上 所以这个反转呢 应该是 确认了啊 我觉得是确认了 那就是后的看他这个通道内 继续往上了 是吧 这个应该也没有问题 呃 今天这几个主要的就说到这吧 啊 主要说说先买后复那些 然后别的 也都还在观察 嗯 像ARB呢 这个有一个突破上来啊 对突破完了以后呢 呃 这算是破了前高 呃 但是呢 这个 再看看吧 我反正现在只是观察中 看看他要不要有鬼踩啊 这样的 类似于这种要不要有鬼踩啊 还是还是怎样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再再看 然后ABC呢 ABC是之前一直在盯着这个 就是说这个大的 呃 sending to angle 是吧 上升三角地步的这个 这个呢 接近尾声了 跟之前那个NHF一样 而且今天有一个轻微的放量 在这个突破啊 如果明天要是还往上收 那这个突破应该算搞分 我今天上午观察他这突破的时候 他没有放量 看来这下午这个放量是 成交量上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突破呢 有可能大面上是个有效的啊 但是呢给明天呢 明天这个走明天这个吧呢 去confirm confirm一下如果明天要还是收上完 而且成交量也不错的话 那基本就是confirm这个突破了 确认这个突破了 如果明天要是收下来 对吧 比如说像像这种 你就突破了 然后怕第二天跌下来 那这就是个假工作 假工作那就 那就那就那就没有了啊 行你看这个这个假工作上来 他他这一天的成交 就没有明显这一段要高 然后呢 这个呢 也没有高 但是这个最最最终是收下 这个呢 成交量呢 比这一天呢 对吧都高一点是不是 比这个这一段的都高 所以说呢 有机会 这是一个真突破 所以要看明天的confirm 啊 入不入的 明天再看吧 我还没没太想好 然后QBE QBE呢 这个形态还在 他还是回调这个还是有 还是有机会 我觉得 RYC应该还是走不错啊 这个继续继续上升了啊 看来这个 是不是这个量价背离 对他没什么影响 不知道 看着感觉好像 还不当不像到底啊 小视图看着也不错 而且小视图比较明显是踩20均线上去 嗯 PLS也是在收新高啊 也是相当好 PLS是错过了 这个很可惜了 所以就看一看就完了 或者再找机会 行 那就今天就说到这吧 啊 最后当然肯定是留给afterpay了 这一期的主角 嗯 可能以后我每次还得看看这个square 每次afterpay跟square的股价得一起看了 行 就是最后留给afterpay吧 那今天就先这么说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星期五再说